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宜 我是宇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歡迎今天各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需要跳跳 加油叫Pocky 第一位是我們的迪志偉先生 第二位是兩性作家廖恆英老師 還有一位是命理老師周映君周老師 以及另外一位兩性作家許昌德老師 And律師 Live on you live律師 分開的理由 這個好玩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朋友的飯局 我跟許昌德在聊天 就他當天幫我PO臉書 但是我就說 就不要講是我 就還是有人猜出來是我 你應該記得我們在修有家吃飯 我說說男生跟女生要分開的時候 被分開那個都會講說 我哪裡不好 你告訴我我可以改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想分開那個人的心情 就是那我哪裡好 你也告訴我我也可以改 為什麼我分不掉你 那麼所以呢分開的理由可以有很多 那麼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段掌也可以成為分開的理由 那所以其實也就是你想跟人家分開 你不用擔心沒有理由 對好不好 什麼理由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對方也不要問理由 那都不是理由 對 對 那麼 欸那我們還講什麼 哈哈哈哈 好 這個事情呢 是這個一週刊報導的 放音樂啦 真實人生有時候比戲劇更戲劇 話說五十年前 北港阿豪米山狗 我是還沒有去吃過啦 那麼第一代的夜塵梅香 是說阿妹啦 阿鄉啦 阿鄉阿鄉阿鄉 阿鄉阿鄉 阿鄉 帶小三走 五十年前呢 走的理由是說誰叫你段掌 之後就不問不問 冬催嬤喔 一個學生 再幾歲外 還帶四個女孩 所以帶五個小孩喔 然後小孩當時有一點點的 這個小兒麻痺的困難 所以呢 他半夜起來呢 摸那個小孩子的腳啊 就是 就是說一歲多感染的啦 四處問偏方 每天熱毛巾幫他熱敷 然後才不用穿鐵鞋 可能也是因為他感染的程度 是比較輕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呢 現在想要靠什麼 欸 五十年前呢 一個女孩耶 沒有老公再帶四個小孩 還有一個小孩 又修理麻痺 他說他這樣 想要靠 還不可以靠車 靠出車 因為四個都在那裡睡 如果靠出車 小孩吵起來都不用睡了 對不對 這樣子的情況他熬過來 就是因為說他段掌 算說那時代的女人 台灣的女婦人 七歲去養女 做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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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著養父母 在白港的中央市場 賣麵刷雞 麵刷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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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他結婚的時候 等於說生完這個小孩 然後結果老公就走了 他走的理由是因為 那時候這個小孩麻痺 這個小孩才五歲 戴小三遠走高飛 然後他說他喜歡上別的女人 還怪我說誰叫你段掌 想到那個絕情的男人 這個阿雄小孩很感看 可是呢 事隔五十年了 仿佛在說別人的事情 他二十歲結婚嘛 小孩五歲他走嘛 就是差不多說二十七八歲的時候 那他現在七十六歲 等於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我最大的女孩才讀小學 他就在一個中後塞那裡 學手藝 可以說 把中後塞的女孩睡個頭 那是學手藝 學到中後塞有教他擦飯 擦飯 對 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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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到頭髮頭 還有一天說 人家要拿刀來抬 你把我們女孩睡到頭髮 你來學塞了 對不對 說要抬 就叫他已經從後門走這樣 太太叫他已經走 算 其實說 他是這樣跟太太騙了 其實說走的時候 就走 對後面的門 學塞走 去騙騙去 出門就跟那個女兒走 這個阿鄉說 我小時候做俞路了 做俞路就要有一個人名人分 不然你是要怎麼換 為什麼白白 七個姊妹只要我做俞路 對不對 都是要認分 所以呢 公婆跟... 公婆跟... 公婆跟蜀伯都說管不了 五十年前還有家族的力量 家族沒有人要管 那後來... 去倒啦 對啊 結果跟他說 大伯要好心跟他說 你們在台東 聽說在台東 就要來找 五個孩子要怎麼找 我告訴你 一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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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五個去台東找他 為什麼要把那個... 我們兩個浴度的 比較大那個浴度的嘛 為什麼要把五個配備都拿去 為什麼 看... 你看... 你的孩子五個 這樣... 你做事 要生孩子不簡單 因為那個也大不大 我純粹做的 看可以說 不要看就... 你說... 我就不喜歡 沒關係 你看孩子面... 孩子的粉絲 你是不是不要這樣幫忙 嗯 不好啦 美人 美人 他對北港先要坐車到嘉義 北港坐客運到嘉義 專平快車 沒有平快車就是萬車 跟高雄 高雄再坐客運到台東 你知道高雄坐客運到台東 那時候要多久嗎 還多五個孩子 OK 對... 最後就有啦 然後就帶五個 這樣... 滾滾滾滾滾到台東去 有請他們吃一張飯 對 那家就回來了 回來了 這個女的男人 台湾的女人 那一代的女人 這個年紀跟我媽媽那個時代差不多 他說死心 帶著一顆死掉的心 再帶著五個小孩 重回北港 从此,大伯,这些什么都不要拜托了 都不要忘记了,因为没法嘛 对吧,于是呢,他就在养父母旁边的摊子里面 卖油饭,卖米粉,还有卖米线糕 勉强糊口,然后呢,就这样子 每天三点要起来煮,要煮 这样煮、煮、煮、煮 把一个小孩搶大 一个小孩搶起来,五个小孩 搶起来,所以奇怪,他就说 你会问他的这个小孩,说那你会想爸爸吗 他说有,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有跟爸爸通知 他儿子啦,儿子也跟爸爸讲 他没有离婚,生父啊 那时候就这样,他如果没有离婚 不然他回来办离婚,就是这样 就那边要用倒的,这边又放的 倒的也倒 又倒到吃肉了 吃肉有吃,我不知道 五十年,五十年 他跟他说,爸,我要娶母了 請你来参加,真的有来 因为唯一的儿子嘛 来,座主桌 还有座主桌 没有座啊,他是老爸 座主桌,他那是以前的牵手 他没有离婚啊 对啊,他没有离婚啊 对啊,他没有离婚啊 没有离婚啊,对啊 那就是以前的态度啊 对这个圆配啊,就是现在的阿湘啊 结果,他桌的标准是什么呢 十几公,木染啊 就一口叉叉嘛 你要五十年,整个一年没叉叉 一口叉叉,第一道菜没有叉叉 第二道菜没有叉叉 没有啦,人家吃饭就没这样啦 结果,就觉得是 在身份,在所有的世俗的 所有的文件上面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 可是是一个很陌生的人 只要礼貌,他邀请了 他也有来 他有包紅包吗 不知道 这没说 没说 他也没叫人去包了 对不对 他就没给他吃了 他不是朋友,不能包紅包 是啦 过来,过来 过来,几年前 几年前 拍门一叉叉叉叉 台湾那边的,他爸爸那边的 等于他爸爸去那边 也有另外一个家庭了 那也来给他通帝 通帝后,他就说 他就说 你不用再附文,写上我们这家 北港这个家的人 再来 阿湘,阿湘,她的女孩这样说 她的女孩这样说 因为过来一年来 他连一通电话都不需要 那都不想说 这女孩怎么吃这五个孩子 就这样 那是怎么段长的章分开 通常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当今的男孩做手工 当今的女孩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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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他就用当今的段长 很多人会误解说 段长就是 手工工的意思 就是 让你的手工房 当做做寡妇的意思 所以说 当今来说的就是 老公会被他克死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他是 是因为段长的人 不管男生女生 个性都会很强 很执着 因为执着 古代的男生 因为古代的数量很少 所以执着 他就会成功 所以男人会成功 所以他就会做手工 意思是说做大冬 做大冬 大好丫 就像定心集团 意思是这样 你来一个不紧 就是含有钱的意思 那女生呢 因为 就是因为你个性太强 太执着 老公受不了你 所以他就会走 所以说他就不在地 以前不在地 他会把你放在家裡 但是他可以跟 譬如说 家里的佣人 或是说 谁的谁的 谁的什么人 这样子在一起 所以说 他这就是酒工房 他没有跟你离婚 但是你守一个空房 我实际说 这就是北江这段 这就是 剛才说的 陈梅祥 对 他也陈梅祥 我说实际 他的那个 是不服气 我希望说不服气 你如果从事后看 他养五个子女 他没有再改嫁 你就知道这是个好女人 对啊 吃苦耐劳 对吧 以前很多 这个陶俊 这个廖老师的话 你段长你怎么生五个 对啊 没人知道你段长 没人去帮人走 对啊 没有你段长你别人搶 别人搶 别人搶 那段长根本就是借口 借口 那是可能把我搶一下 才发现段长 不可能 这样 对 以前是真的这样 以前来说的时候 要搶媳妇 有时候今天晚上要一起睡觉 都还不知道 以前没看过面 对啊 因为我听我爸爸他们那一代说 他们在做钱钱 或是 搶了什么 去做钱的时候 男人去看说 你觉得这个好吗 这样不错 现在都玩不错 他做 腹脏脏脏脏脏 好小意思 这样回到就说好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跟他牵到手啊 对啊 最多人感情一个就好了 你像是队长 没有 他后来会跑 他现在的关联 说的时候 看到那个小孩 不知道要怎么吃 没照的 可是我觉得队长对这个 阿湘女士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收获 对啊 因为你那么辛苦 带五个小孩 那还要跟老公做一些沟通的话更累 而且老公不见得 没有离婚在家裡 会帮他任何事情 因为有一个不负责任 不离开 也不见为 你单纯的跟孩子 其实那个奋斗 可能更轻松一点 没错 没错 所以 纯女士有的人 女人是这样 五个小孩以后 她是想要走 对啊 对吧 我冠了我丟去给你们 那些什么 因为很怨 很怨 而且一个人要 要拉拔五个小孩 因为我觉得人 心态那个怨气 如果想不通 那个如同那地狱 我不是说没有 但是 那个时代 你就说 现在七十几岁的 这一代的妇女 都经过很多 对 没办法 没办法 那时候的女人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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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真的很少 如果现在 五个给你帮 一个就要帮 五个 那我们说 比较软的 没有 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是要说 因为对方 比较有能力带下 好 这是叶晨梅香女士 我感觉 她刚才煮好一碗 我感觉 大家也感受到 她那种做 所以大家也会想要说 这个 这个 孤儿寡母 大家来帮忙 那这是她儿子 妈妈段长 儿子也段长 其实就是她小儿麻痹 这样 那 妈妈段长是女生 你刚才说 有个人说 这个观念说 可夫嘛 那这个是男生 阿姨段长 男生你说 阿姨做胸功 对 对 做大事业 做胸 所以她思维也算成功 也算不错 对 其实 这个 小儿麻痹 我说他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出很多人 对 美国总统 羅斯武 羅斯武总统 他的小儿麻痹 然后台湾 我以前台国的老闆 非凡的老板 非凡电视台 他现在是台式老板 黄松 他也是很严重的小儿麻痹 好蜜也很成功 好蜜也很成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瞧不起人 我当时想要请问周老师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当事人 其实 这刚才你讲的 这很不容易 我们都请教律师 律师是请教周老师 不是啊 因为我们很多妇女 每次要找律师前 都会先去找秘律师 然后呢 我还蛮深受疑 不敢扬 没有没有 所以还蛮要理解一下 事实上就是说 很多 刚才你那个淋语 就是说 男生如果是段长 可以当相公 女生是守空房 其实他某种程度 是不是就代表 事实上他是一个 性格比较坚毅的 那男生就会称之为成功 女生就会称之为婚姻不幸福 其实这个淋语 是不是代表 我觉得事实上是一个误解 没有这个是应该讲说 这个淋语不是现在的 以现在来讲 真的是女生守空房 那多舒服 对不对 美人 所以说其他会美人 对 其实现在来讲 孙女生的 那个没有结婚的 那个单身的 真的他成功机会很高 那我们想说 那是以前 这个淋语差不多 应该要要整百年 所以百年前真的 那个女生是没有任何的生活空间 除了老公 我感觉 很多男生女生 做迷信 那婚姻一定不幸福 迷信 比方说他讲 如果他真的是迷信 说段长的太太就不幸福 他的婚姻一定不幸福 这种人要赶快离婚 不然就不要 对 我刚才有一个朋友 他也做不成功 本来还蛮成功 可是他做什么事情 他都去问老师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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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他不成功 你知道吗 他有一天说 他把他老婆罵了一顿 老婆耶 不可以罵 为什么 我说你想要罵他老婆 他说 有一只大乌龜 水災刷掉 那大乌龜来到他家 他有钱 有钱 有钱就有院子 来到他家 结果他老婆说 那只乌龜 他拼了 他拌了 等来说他老婆罵 他说 你怎么知道那都是钱 那就是我的手 哪有这种儿子啊 现在 你看他迷信到什么地步 厄租很多 厄租也很多 现在 你都可以 不要说麻 打也有 对啦 就是说 可是刚才赖律师讲的 那个就是说 我觉得周老师刚才回答也很好 是那个时代 就好像说 在过去那个时代 认为女人的成功 一定是依附到一个 嫁一个非常好的老公 这个女人才叫成功 是 所以什么 五福 什么什么什么 全福的太太 全福太太 就是 有夫 有儿 有女 有家 有父 有母 叫全福太太 做好命 我做过去 所以就是说 那你不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也就是说女人追求的一个成功的定义 现在应该有不同的定义 真的是依附在一个男人 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 我们都很多就是表面上的一个过程 其实真实内里是怎么样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俗语 在过去那个时代 是普遍认为是对个性的 现在就不行 因为女性以前经济不独立 对 现在你还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它的话 我是觉得你就把自己限制住了 同时你也被这个影响到了 因为我觉得说 有关于迷信 会相信这样的道理的人 都有一个心态 就是要不劳而获 就是用一个 我相信这个 我就可以趋吉避凶 就没想到你要趋吉避凶器 都是你要努力去耕耘的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会断掌的人 你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克服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我挑剔你 然后我觉得我把你甩掉 就是我觉得迷信就是 你对人不关心才会迷信 你一定相信一个很简便的 可以让你避开一些凶恶的一些事情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而已 所以那基本上都没有在用脑子生活 我觉得用这种理由 用各种奇怪的理由 在譬如说你在嫌另外一半 或遗弃另外一半 其实那个根本本身就是一个 懦弱跟逃避责任 可是我觉得说 只要有人被遗弃 我觉得被遗弃那个 一定很高兴 因为离开这个烂人不用费力 他主动跑来 因为有时候感到一个烂人很难感 但是他如果给你五个儿子的话 要养你说多累啊 没关系不用再养他就轻松一点 不是啦 老师 我们都会觉得说 养五个儿子好辛苦 可是如果停留在那儿婚姻 你就要养六个 可能要七个 你少养一个就轻松很多嘛 他都以为我们都会迷思说 没几个男人跟我们搭轻松 这也很麻烦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更麻烦 这个是一个大麻烦 可能会是三个人的麻烦 因为你会更气啦 你会觉得说 他如果不帮你的时候 你就会很气 如果说他还要你这边 你来照顾他 你就会更累 如果以以前你人的观念 如果说这个男人不跑 如果说真的整个还要养他的话 其实以你 以勾造你人的观念 他其实不会觉得很不高兴 因为他觉得起码老公还在 虽然说这个好像是老太子 没有以前的婚姻观念 婚姻那个东西 在社会上是有价值的 不像我们现在来讲 没有婚姻无所谓啊 可是以前有价值 所以至少这可 他要招牌留着 你说我不小心 又走在进步的这一句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刚好在这个潮流的肩上 以前离婚是污名化的 现在离婚是一个 女性自主离婚的表现 那个就是这样子走的叫放杀 或是离婚的 以前真的是非常没有面子 那猪皮头子都会来 去年轻 辞辞辞辞辞辞 辞辞辞辞辞 辞辞辞辞 辞辞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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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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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 辞联辞 辞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就说 因为当然现在 你说要用以前那样子的 观点来看是不行 辞不通的 现在人 离婚的原因有非常多 那我觉得 一个小毛病 一个小缺点 我们之前也看过 有人为了挤牙膏的事情 离婚 对不对 或丢袜子 之类的 因为他会觉得 通常受不了的那一方 会觉得没有受到尊重 而且你就這個小地方 你都不改了 我可以奢望以後 如果你有什麼更大的缺點 我會奢望你改嘛 那我有一個女性朋友 好 志偉你的例子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要說啦 千萬變成你的理由 沒理由 什麼理由 什麼理由 都是他想出來的啦 而且可能都不是真的理由 對啊 都不是 好 志偉剛剛有講一個故事 那我這個女的朋友 她就是跟她的男朋友認識三年 然後結婚嘛 就等於是結婚一年 然後就離婚了 那就等於他們在一起的時間是四年 那你知道喔 她在 她很堅持就是說 一定要結婚 兩個人才可以住在一起 就要有個婚姻關係 她的觀念如果以現在來看 其實有一點保守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 還沒結婚就試婚 就同居嘛 看看彼此適不適合 那她就是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她覺得這個男人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男人 就又有很穩定的工作 然後對她也很好 很體貼 但是生活習慣的部分 因為沒有住在一起 所以她不知道 她的生活習慣怎麼樣 她看到的就是 她們交往的外表 那當然要結婚 這個女生 她也很願意嫁給她 因為她覺得她很愛她 這男的也對她很好 但結婚就是 大概三個月 就出現一些問題了 她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她發現她的先生 有非常嚴重的便秘問題 很奇怪 也非常嚴重的便秘問題 所以她先 她婚前都不知道 她沒有跟她在一起啊 所以她不知道啊 而且 她都歐完了在跟她在一起 就說 這其實是可以被討論喔 就是說 她不知道她有這個問題 那她為什麼會發現 她就覺得很奇怪 她先生每天早上起來 上廁所的時間 都非常的久 那已經 一位蛋啊 對 她就是要等很久要上 然後她就因為 他們家又是小房子嘛 就只有一間廁所 所以她就要等她先上廁所 那一開始她會覺得說 反正老公已經先進去了 那就讓她用完這樣 但是她發現 長期下來 她先生就常霸佔著廁所 然後她跟她講說 我可不可以進來上廁所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進來刷洗臉 她先生就跟她說不行 因為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希望保有我的隱私 而且沒有人吹 她比較會搭得出來 不曉得 反正就是 就是使用時間上的佔用 對 空間上的佔用 對對對 就等於說 她就上廁所 就要40分鐘 甚至更久 她這樣離婚喔 沒有 然後所以 這個女生 她就跟她老公溝通 我就跟她老公溝通 就說 她就只有一間啊 小房子只有一間 對 就跟她老公溝通說 呃 你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我先 每天老婆先上 對 我先使用 因為我就是上廁所 然後我跟你錯開 我晚上再上廁所 你白天上廁所 我們兩個就錯開 這老婆是要跟老公溝通的 但這個老公呢 就跟她講說 我那個變異來了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 就是說 如果說我現在要上 你不讓我上 我就會憋一整天就不舒服 那這太太就覺得 她先生怎麼這麼不體貼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 為了上廁所的事情 有一些爭執 這些人就是說 反正先搶先贏 今天的觀念就是這樣 那弄到老婆呢 比方說原本應該是七點起床 她要調鬧鐘 調六點半 她要比先生早半個小時起床 去上廁所 然後這樣子她才可以 來得起上班 那這樣也就算了嘛 那我就提早起床 這太太就退讓了 這老公呢 很奇怪喔 你六點半起床是不是 因為就一次而已 一次 她太太也比較久 就是她比較久的時間 她現在就是在外面 等個五分鐘就不爽 不爽之後呢 你六點半起床對不對 我六點二十五分起床 我比你早五分鐘 比你起來站 站廁所 因為她老公講了嘛 先搶先贏嘛 就兩個夫妻為了上廁所 這件事情呢 就在那一年當中 不知道吵過幾次假 然後呢 甚至到最後就是長輩知道了 長輩就說不然就 就換房子嘛 對啊 換個兩間廁所 就好了嗎 所以他們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因為常常會聽到 這個太太在抱怨老公說 你看她就這個小問題 她就不肯讓我 更不用講其他的 所以她從上廁所這件事情 她去放大看很多事 就包括說結婚前啊 很多女人都會這樣覺得嘛 就老公還會幫忙 去外面吃飯 會幫忙拉個椅子啊 上車的時候會幫你開門啊 很紳士的風範 然後婚後全部沒有 她就開始去無地方死 去老公 她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她那件事情是那樣 就不開心 然後呢 壓倒最後一根稻草是 有一天就是說 這是老婆先上廁所了 然後她在上廁所的時候呢 這先生就在外面等 但是太太就覺得說 你現在終於知道 等門的滋味是怎麼樣 所以她已經好了 她就是不出來 她上好了 她也都弄好了 她就是不出來 那她先生就說 我已經等你十分鐘 你到底好了沒有 你已經進去多久了 我計時多久了 她太太就是 就跟她講說 你現在知道 在外面等的滋味了吧 之前都只讓你等五分鐘 我今天就是要讓你等更久 然後這先生就抓狂 踹門 就踹門 把門踹壞 然後進去之後呢 然後太太正好在 在做一件事情 她在 不是她在換衛生棉 太太正好在換衛生棉的動作 那她更覺得 她的隱私被侵犯 她就罵先生說 你是變態啊 我就跟你講 我還沒有好 那她先生就 不但因為被罵了變態 在這樣之前等了氣氛 就打她太太一個耳光 就打她 那你怎麼聽到 那到底是手要把衛生棉換完 還是去屋簾呢 就她正在換 那過程 她被打了一巴掌 這樣屋簾還是 那過程我們沒有細問 就等於說她就被打了 然後她被打之後 她就覺得說 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 我不知道欸 你很在乎這個話 這個真的會加深音響 所以你怎麼 你要先做哪 你要先做哪一個 好可怕 就不能等她換完嗎 因為這個世界 等於被她弄得 連站都站不起來 因為她在裡面 其實是故意動作慢 因為她在外面 以其人就到還之其人 那她先生當然想說 你在裡面已經OK啦 可是她在換衛生棉 怎麼還打得下去呢 她老公就踹門進去 直接打嘛 她根本就來不及 看她在幹嘛 已經在生氣了 所以 而且還有一點 是忘了講 因為她有吉他啦 她太太 我這朋友有吉他先生 她先生說 你再不開門 我就踹門 老婆就跟他說 你踹啊 有什麼你就踹啊 我就不信你有這個膽 你知道男人 有時候腎上腺素來的時候 女人真的不要去 不能老是講說 女人一定不要怎樣 因為你自己 你知道 我知道很多男人 上廁所是一個多小時的 報紙是三分 在那邊看到完 對 你說怎麼辦呢 你已經老了嗎 不是 我說有一個人 誒 誒 誒 有時候一早上就買三分報紙 四分報紙 看得完就出來 好啦 那怎麼結束 對啊 那後來 沒有結束啊 因為有兩接過 對啊 對啊 她被打 那打了之後 這個女生就不爽了 就開始跟她老公吵架說 她覺得她變了 覺得結了婚之後 你根本就是 結婚前一個樣 婚後一個樣 那兩個人就是 就是這個便秘這件事情 上廁所這件事情 是一個問題 但是就放大到很多的問題 那到最後就是說 爸爸媽媽也出來協調 就有個幫助這件事要離婚 你講出給我笑 就覺得 但是問題是 這個太太覺得說 不是上廁所的問題而已 那不是上廁所 對在我們外人來看說 你們為了這樣的事情要離婚 但事實上她覺得不是這樣 那後來離了嗎 後來當然離婚啦 就離婚了 為了這事情 就結婚一年之後 對一年之後 然後再一起三年嘛 四年然後離婚 其實都不是上廁所的問題 根本是 有時候是愈加之罪 有時候就是說 表示那個其實兩個人 基本上 沒有碰到真正 這麼生活上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兩個人太多都沒有能力處理 都沒有能力處理 我都不讓 這是一個分手的理由 問題是以前我們覺得 很多分手的理由 是說不出口 可是現在都說出來 說得出口 問一下來律師 70歲離婚的理由是 阿嬤不能配合她刑房 不好意思 這個講的話 講這個之前我先講 我剛才那你剛才說的 我是跟我說 那這種女兒阿嬤的 對啊 第一個就是說 你家裡的廁所 好像一定要你先離婚 我家爸在那麽多 就做主持 沒有把太太想進去 對啊 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 這樣而已你就要踹門 就動手 就動腳 然後你再打太太 這有什麽好打 對 所以我跟我說 他先算好 對不對 所以他先生最後 最後是跟他道歉認錯 沒有用啦 也跟他說現在買一個新房子 然後是有兩個 別忘了 賴律師講的 打過一次 第二次很快就來 對 這個女生就是像鄭大哥講的 他覺得從這個小事 就可以看到我以後的人 這個男的個性應該不好 就是 所以他就決定要離婚 要跟這個男的離婚 那兩個人是不肯離 也離成了嘛 最後是離成 他有什麽不肯離廁所 我都不能讓 婚姻什麼叫包容 就說你也退一點我也退一點 再來就是說 你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說老婆我真的很急 你會快一點 對 大家就是理性就可以 全部相互相互 婚姻是彼此的控制 不信去看班內夫內特演的 那個太血腥腥的啦 就是一場控制 對啦 他說的有沒有道理 OK 沒有 就說那個70歲的 為什麼以前說不出口的離婚女 現在都能提出來 其實我覺得 這一集蠻好玩 在講分手的理 有一些是理由 真的是理由 像講斷掌 我就不太認為他叫理由 這不是理由 這都是藉口 對 那是藉口 就是說分手呢 你真要分手 我可以理解感情 到了一定的程度 真的沒辦法繼續走下去 就像分手 你連廁所都擺不平 那也真的得分手 只是說你的分手理由 真的不要太糟蹋人 我覺得最不能接受 在處理案子當中的時候 看那個理由是 就是糟蹋人 我先講我講兩件 70歲阿公是一件事 本庭要請賴大律師先稍待我進個廣告 好不好 休庭 休庭 都是糟蹋人 現在很多離婚旅行 居然有人都勸你了 我們現在繼續開庭了 沒有 我是覺得像你說你以用斷掌這種當理由 我覺得這某種程度是真的很糟蹋人 因為他已經為你吃苦 這麼還幫你小孩拉拔大 竟然是這種理由 那我曾經看到一個離婚的理由 他的理由除了剛剛等一下講阿公之外 他不是他自己外面有小三 他當然也是嫌棄性生活不和諧 這件事情是個問號 是不是不和諧我們不知道 但是也是那小孩 至少是欲求不滿 好 你再往下聽你可以再分析 然後他結果他就離家也是這樣 當然不到50年 他也是離家了1、20年 然後回頭他要離婚 他離婚理由就是說 你生的那個小孩有問題 就像譬如說這是小阿麻痺 我跟外面生的小孩沒問題 他的理由竟然是這個 那當然後來法院是駁回他的離婚請求 會認為你這個理由其實是非常過分的 而且是不符合你應該說這個婚姻會分去這麼多年是你要負責任 所以後來是沒有準 當然是 我知道你在講為什麼女生不願意離 第二我要講那個阿公 那個阿公那件事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我最近的案子裡面 性這件事情在婚姻到底有多重要 現在是顯學了 性到底有多重要 那我們常常看到很多人結了婚 好幾年都沒有任何性關係 不是一開始就沒有性關係 也是一個夫妻喔 也有這樣 那這個70歲阿公是晚年沒有性關係 那他覺得很受不了 好提供一個法律 太太不行房就對了 那我們當然是覺得 太太是說阿公不行啦 所以各說各話啦 然後呢 他這個 他的晚年他都沒有性 所以我講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 我們都說旅行同居 旅行同居說 先生或太太不旅行同居 這個字到底代表什麼含義 基本上我們在司法的實務上 會認為是不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分房並不代表不履行同居 這是第一個法律概念 第二件事情 結婚之後 不代表另外一個人 一定要配合你性關係 夫妻之間也有叫做強暴喔 性侵害 我覺得這一定要提醒 好 但是這件事情 性這件事情 夫妻沒有夫妻之時 這麼多年 倒可不可以 然後那個阿公就說 法官問他 你為什麼要離婚 他跟我幾十年 你就要回答我幾十年 沒在一起 阿公這個話我就說不出 你怎麼回答 他說幾十年都沒有在一起 那阿嬤人家說 沒有啊 是他不行啊 不是我啊 不是我不願意 雖然我們住不同房 但是還是一樣是同一個家庭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講說 對啊他們還共同生活 一起吃飯 就像一對夫妻 有沒有生小孩 有生小孩 就子孫滿堂 我忘記講 就子孫滿堂 就這個老狗沒那麼大 他都不知道嗎 沒有人沒有 沒有阿嬤說的 阿嬤阿嬤都吃小孩 講話吃小孩 都怕不怕 結果那個法官說 這樣子阿公你還要離嗎 我要離 我其他的朋友 都去帶很年輕的妹妹了 我也要去找年輕妹妹 所以他說他的離婚理由就是 他想要分手之後去找其他的 年輕的女孩子在一起 那個案子當然拜祀 阿公拜祀 阿嬤是哭哭啼啼說 我孩子都要提拔到這麼大 阿嬤這麼大 你要跟我離婚 我要住哪裡 阿嬤其實理由是說 我離婚之後 我也沒地方住 也覺得很丟臉 那到上訴二審的時候 那個案子是敗訴 你知道 上訴二審的時候 同樣的大家都勸 阿公你不要這樣 阿嬤這樣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硬要打這場官司 小孩子也都出來勸 阿公還是質疑要打這場官司 然後一直到審判庭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知道嗎 我們律師高院的時候 到辯論庭才會看到三個法官 那我看到審判長是一個阿公 我就想完蛋了 阿公 阿公會同一個阿公 同理心啊 同理心啊 我就想這下慘了 然後後來那個 果不其然喔 審判長問阿嬤 你知道男人70歲也是需要的 需要性關係的 他直接講阿嬤就 所以我跟阿嬤在那裡說 阿嬤你不要講 你先不要講話 阿嬤要站起來講話 我說你先不要講喔 因為他會怕激怒這個 阿公法官 所以一直把她說 你先不要講 你先跟法官講 法官說 你知道男人是很需要的嗎 然後那個壽命法官就講 一直說 那醫師對不起喔 有一點人說不好意思 就是說這個庭就這樣走完 然後那個審判 我說後來我知道 法官 如果他是主張幾十年 並沒有性關係 也要肅請離婚的話 那麼他要先舉證 我們的責任是在我們 他必須要先舉證 他的責任是比我們輕的 他如何舉證 沒有發生性關係 這件事情錯在女生 而不是在男生呢 然後法官一聽 臉就綠了 他臉就黑了 你知道嗎 他覺得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中誰 然後呢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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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阿公就還是很生氣 我就要離 為什麼我就不可以離 然後那個後來 不過這個案子最後的結果 法官還是駁回了阿公的訴請離婚的理由 但是他還是過了這樣的一個家庭生活 就是一個沒有性關係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可以思考一件事 沒有性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可以是在婚姻當中 繼續存在的一個夫妻關係 那阿公已經表明這樣的態度 阿嬤只是為了他改變這個生活方式 沒有你就叫阿公出去就好了 如果可以保障阿嬤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請對方能夠保障阿嬤的生活方式 然後也可以同意離婚 阿公也不幫 財産以外幫 只是要把阿嬤趕走就對了 只是要把阿嬤趕走 這不是可以這個嗎 可以裁決嗎 沒有 阿嬤就是不願意離婚 所以不會去談到財產 好 我跟你講 這個有說是愈加之罪 這個阿公是有目的的 他要去找年輕妹妹 跟他的朋友一樣 他認為說這樣他就從政雄風 他可能有這種迷思 但是我有一個 他是迷思嘛 對 就是我認為應該是迷思 那阿公就從子埋葬自己的感覺嗎 沒有 他其實也可以去做 反正那個阿嬤如果沒有抓他 就讓他自由去 這不是迷思是事實 我說那個迷思是思想 我是覺得說 我還是鼓勵每個人 願意把不願意相處的理由講出來 不管是你能不能接受的理由 因為我覺得講出來 你至少可以多一點知道一些真相 對啊 那我覺得說不要說 你先給自己一個答案 就是說我死都不要理 這樣去看所有事情 我告訴你你就會苦了自己 然後讓大家也沒有辦法解討 就是 其實他這樣的執著跟阿公一定要離婚的執著 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說 誰都沒有辦法幫助誰說 在婚姻裡面得到什麼樣的幸福啊 人家都說為什麼說人心境會還會比較有幸福感 為什麼需要智慧 因為真正的智慧都會讓你海闊天空 心境 就是不會讓你陷在一個裡面 沒有 那個貪欲 這個阿公還想要從政 想要找一個年輕人 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阿嬤名字阿公有這個貪欲 那堅持不離婚不就跟他一起綁在一起嗎 我就是覺得阿嬤是這樣 我讓我覺得阿嬤其實可以用 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說 你先把你能得到的東西得到 以這個為基礎 你就不用乖又說 我跟你離婚我要去哪裡 是你根本就不在乎你去哪裡 阿嬤太無作為 我覺得她害怕那什麼 沒有 我覺得以前都沒有給 那個年紀的女性有一個這樣的範本 就是說我可以有這條路可以走 以前沒有嘛 我覺得他們的困境就是 反正每個時代都有一個困境 可是我們現在也不斷的跟女生講 就是說你要先找到自己的 你需要依賴的東西再離 可是他說不行 我都會 我覺得現在很多女性 只是表面經濟獨立而已 沒有 她對婚姻你們要的東西 跟傳統女性是一樣的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理由真糟蹋人 譬如說我們認識一對情侶 在一起兩三年 那女兒有一天就說 她覺得她自己胸部不夠大 要讓男生快樂一點 所以她說她要去熔爐 熔爐要二十幾萬 對不起 你這個故事我先聽一下 其實賴律師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沒有性這個事情 在婚姻裡面是嚴重的嗎 嚴重的 嚴重的 我覺得不嚴重 我告訴你 你比較不一樣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嚴重 沒有他也會 女人多重視性 不是不是 我告訴你 常常因為現出問題 不要回答這個人的歐空 你 我還沒這麼說 他講的問題 很重要 我覺得 覺得嚴重的人 你不一定會得到東西 你反而先讓自己 陷在一個地獄裡 不是 這個嚴重是什麼 就是說 你這個嚴重是代表什麼 也代表就是說 你沒有這個東西可能會 會晃蕩 你的生命會整個晃蕩 會垮掉 會崩潰 我覺得不應該讓自己 期望到一個這麼危險的境界 就是你可以重視 可是你要有方法 你要去創造一個機會 而不是在這邊 我等在這邊等命運之神 幫我降臨你的幸福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說 不應該把它嚴重化 但是我剛剛會回答 有人要把他嚴重化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個案 他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產生離婚 所以說 對方把他嚴重化 他不是我們 我們都知道 是男人不送來 還是男人不送來 通常我這裡還有一個很奇怪的案例 其實是男生女生 他們夫妻兩個結婚也十幾年了 但是這個結婚十幾年的過程中 都沒有問題 也有生小孩 但是後來女生跟男生講說 我今神明指示 我不能再跟你同房 不能再辦這件事情 我要休息 因為我已經 我有天命就對了 那他老公就 其實我們兩個也很少在做這件事情 那就OK嘛 我們兩個分房稅也沒關係 但是那個太太就跟他講說 不行 我們一定要離婚 因為我在跟你在一起 我們還是有夫妻關係 所以這個也是不行 所以一定要離婚 那這個老公想說 既然是神明指示 好那就離婚吧 那就大家快快樂樂的離婚 好了 離婚沒多久 這個老婆就不回來了 本來講說 離婚只是因為神明指示的關係 那後來就離婚了 離婚了就沒多久 在報上看到 他老婆跟人家爭鋒吃醋 出了問題 那爭鋒吃醋的對象 很奇怪的 並不是男生 是女生 他是因為同性戀的關係 所以會要離婚不可 他要出去 他出去呢 他就有就是女性的關係 因為他一直不認為他老婆會出軌 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 或是從來沒有感覺到 他老婆有異性的關係 其實他常常就是跟姐妹 他去哪裡去哪裡 結果他是女性的關係 所以是女同性戀者 老公都沒辦法 後來還發現說 他那個老婆爭鋒吃醋 還抱著尾巴很大 呈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這個 這個就是比較奇怪一點的案例 不過就想跟曾大哥也提一下 其實最近我看到很多 性關係不和諧 隱身的離婚是真的很適合 那這些很多等一下再說 好不好來先休息一下 因為阿德現在都沒有了 然後他就講說沒有關係 然後 沒有啦 我講的意思你們不了解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剛剛講說 性在婚姻當中的這個重要 OK 其實你結婚超過十年 這些事情有這麼重要嗎 其實很多都 尤其生了孩子之後 會淡一陣子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很多人都覺得說 比如說老婆或是老公外遇 我就要離婚 那我在想說你們那麼多年 關係也慢慢淡掉的時候 這段時間 你都不看這段時間的 然後你除了愛跟性以外 其他價值都不見了嗎 然後這樣子就要全部推翻了嗎 然後而且你骨子裡 心裡我相信不是真的要離開 只是氣到了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我那天我們 我們不是那個黃龍榜有人聚會嗎 有人就那天要結婚喔 就有人求婚 那天有人求婚喔 我說你為什麼答應他求婚 他說那個那個 因為我愛他他愛我啊 我說我考驗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婚後 懷孕八個月的時候 發現你老公歪語了 你怎麼辦 那女的就說離婚 我就跟他說 我教你一個更好的方法 你就跟你老公講說 我現在 因為有的孩子 我相信你也出販 所以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 可是我很痛苦 下次再有一次 我絕對不會再同意原諒你了 然後而且 從現在開始 我有一次扣檔 就是 他也可以外遇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 因為男人喔 面對老婆外遇 會比自己外遇更嚴重 絕對更嚴重 所以我覺得說 很多東西是 你要有方法去 去面對去解決 而不是說一來的時候 就一刀一割就把它切開 所以我跟你講 不是信重不重要 而是我覺得說 你真的覺得重要 你真的要去耕耘 而不是說 你是我的 就我的了 怎麼耕耘 耕耘說你要去 你要花時間去摘 就要說 我喜歡讀書 你都不花時間給自己去讀書 你怎麼會 阿德都有吃藥了 那如果有說是欲加之罪呢 沒有 我覺得說 這是兩個部分 就說 像剛才你講的那個問題 我覺得那個問題 不是新生活的問題 那個是不想履行義務的問題 跟性質是藉口 對 廖老師你覺得很重要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有 一個女孩子 就是她跟她男朋友 是從學校認識 到結婚的時候 有九年時間 她堅持婚前不性行為 所以你看九年之間 她那個男朋友 當然跟她不知道什麼 就是不能做 那你認為她會一直 就是說後來也結婚了 對 結婚以後呢 她就覺得說 那個女孩子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會覺得說性生活 讓她很痛苦 她覺得不舒服會痛 然後也沒有從中得到快樂 所以她懷孕以後 就是借著生小孩 餵母奶等等 就跟她老公婚房三年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說 那 就兩個夫妻都照表操課了 就是說後來說 那第二個小孩應該要趕快生 兩個才不會差距太大 他們也好帶 所以為了第二個小孩 他們有半年的時間 是積極的就在一起 然後就懷孕了 懷孕開始以後 女的又說 她現在就OK了 我要保胎了 就等於好了 她是收音機器 結果呢 在四年之內 就從懷孕開始 四年之內 她也沒有跟她 先生做任何事情 然後她覺得 她先生也很安定 而且他們兩個都是 宗教前程的宗教的信徒 所以兩個一起去什麼 去教堂或什麼 去哪裡 都很好 她覺得說一切都OK 但是有一天 她突然發現就是說 她先生的簡訊上 她其實平常沒有去查 有一天不小心看到還是怎樣 就有一通幾通簡訊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某大 就是她先生的母校的學妹 是才大學二年級 為了賺學費 所以是非常 是很新鮮的 所以就是說多少錢 她看她先生要不要 然後她先生又回說 可以先驗一下貨 就是先看一下什麼東西 這種東西 後來她才知道她先生在嫖妓 而且嫖妓是十幾年的 就從她 大概婚前她就已經開始嫖妓 因為她跟她交往九年 都沒有給她 對 可是婚姻還是維持住了 然後她就覺得很生氣對不對 後來她就覺得說 好 她後來很生氣 氣到也更不要理她 但是後來覺得這個婚姻還是要 所以她就勉強自己跟她在一起 就可能是因為貨出去的關係 她的心生活變成很好也不痛了 所以她就 就雨水吃飯非常好 對 沒有她就寫信來問我說 現在因為我還可以應付她 但是我馬上就更年起了 那如果我更年起以後 我還能夠應付她嗎 她還會再繼續去嫖妓嗎 這個誰知道對不對 她來問我這個問題 那當然我回答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說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們真的要繼續維持下去 不要隨意的去 就是我一方就把你火定 我就不讓你這樣子 不讓你做 她只是一個尋常的男性 你怎麼可以幾年都不讓她做一次 而且那麼年輕 對 你認為她會永遠這樣維持嗎 你看阿德有不有 你不要囉嗦 我跟你講 就是說這個性 當然就是說 兩個人之間沒有問題 只有這個性的問題 就是說 有些性的問題 會讓你的婚姻是有問題 這還不是老 還不是高手 高手不會有這種簡訊 對 高手都是講說 我一年大概照顧六十幾個中錯生 這個我沒有聽過 她都是以照顧中錯生的 都有代號 做善事 對啊 對啊 她都在晚上的時候 那律師妳剛剛講說 其實就是說我要講 沒有 我發現在很多的離婚案件裡頭 沒有性關係這件事 我們本來會以為 其實它不重要 我們大部分都會認 尤其東方的人很 對性這件事很難欺口 譬如說女生說 我有這個需求 她也很難欺口 跟另外一半講 一旦被拒絕 她也很難去求助 那男生也不太能講 她為什麼不能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 在後來我們衍生 當然是家暴 或者是外遇案件的 那都已經是一個 外部的一個行為 事實上他們一開始 前面的性關係就是不和諧 可是在台灣就是求助我們 也就是說 我舉一個小小的案例來講 有人認為性很重要 有人認為性不重要 光這個觀念問題 就會是一個婚姻當中 很重要的議題 然後我上次有看過一個 當事人 那個男生其實呢 我說實在是非常好的男人 也就是照顧她老婆 無為不至 就是出去可以這樣開車 載她去上班 然後煮飯她來煮 這樣的老公真的哪裡找 可是她唯一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性關係 然後這女人 誰不願意 男人不願意 這女人已經盡所有的方式 包括穿性感內衣 展現她的魅力 也就是說 把大家教的事情 她都做過一遍 她講 你要不要再去看醫生 她也不願意 她說我沒有病啊 我也不願意 這不是病 那她不是病 她是 我告訴你喔 有些男性喔 我告訴你 有些男性是 一點都不想做心愛的 這方面的事 草食性難嗎 草食難嗎 草食難 後來呢 她當然很痛苦 她其實這樣已經十五六年 她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後來她終於決定 這個女生她覺得說 我已經幾歲了 過了四十了 在這樣的生活 我也不願意 她真的 她說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我要的是男女之情 親密的關係 對 我不是要跟你 只是一個家人的關係 我需要那個戀愛的感覺 那後來她終究選擇 她說 那我要離婚 那個男生說 你為什麼要離 她說 那你告訴大家 你說你為什麼不去看病 她說 那她就不講 她這個話題她就整個回避掉 她就離婚了嗎 後來是離婚了 那這男的是不是 根本就不愛女人 可是她非常照顧她 那是兩馬子的事喔 因為很多人 不是 我覺得 不愛女人通常不會 這樣的照顧 是真的有一群人是對性 不是很多人都說 男人就是下班的思考 其實真的下班的思考 大部分都是女性好不好 我告訴你為什麼 女性是不是做完以後 反而就一直還要下下一次 然後反而做完的時候 清醒的氣氛了 這就是為什麼 男人總是會給她覺得說 你怎麼就是 醒來那麼快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 每個人對性的需求 真的都不一樣 沒有一個自私的標準 可是阿達我跟妳講 甚至會天差地比 你說男人相不來 男人已經冷了 男人已經冷了 怎麼講 我覺得夫妻雙方要有共識 就是你要有共識 要不然的話 其實像我有一對夫妻朋友 是先生其實是很飢渴的 他們是青梅竹馬 從到也不是像妳講的 那種什麼九年沒有關係 其實是有的 在婚前很頻繁 但婚後呢 這個太太因為生了小孩 她覺得她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 伺候你這個男人而已 我要弄小孩 我要上班 所以有很多事情會去影響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男生為什麼這樣說 都是下半生思考 因為男生他想要的時候 是就會很突然的 我們男人就很清楚這種狀況 那女人跟男人比較起來 女生她在很多因素的情況下 就算她想她心有餘力不足 她會因為我累了 她會因為很多的原因 她就不要 她就不要 她跟她先生已經 一年看有沒有做一次 然後她先生告訴我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蛤 我已經不是很長了 你還更誇張 一年一次 你這樣跟她說 我是這樣跟她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好奇說 妳的朋友之間 這是一個很好的安慰方法 不是 鄭大哥 因為我們朋友之間 其實很少會去聊說 欸 你跟你老婆 一個月做幾次 我們不會去聊這種狀況 這很隱私 這很隱私 而且講得也不準 對 那當她告訴你的時候 對不對 這樣阿德都會誇張 當她告訴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你們感覺起來很恩愛啊 因為我們一起出門的時候就是 就是都會 她叫她親愛德啊 她叫她寶貝啊 你會覺得 哇 這種夫妻應該是 每天都要幹嘛的吧 你會有這樣子的錯覺 對 不過這我想問 她那個一年一次 那個幾歲 跟我差不多年紀啊 三十幾 她們現在還在嗎 她們婚姻還在 她們婚姻都還在喔 然後這個太太喔 就很妙 比方說 就有一次 就是老公生日嘛 那老公生日就說 老婆 請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準備什麼禮物送我 她老婆就說 好啦 看在上次給你 是過年的事 她是天蠍座喔 上次給你是過年的事喔 今天 就送 把我這個人當人肉禮物送給你 這樣 那老公多開心啊 一年份 在一個晚上用了好幾次這樣 可見 就是不要太隨便答應 那她在那邊過年的話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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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太太又擔心老公說 因為我不給你對不對 你會不會去外面亂搞 就問她老公 她老公說 不會啊 我不會啊 她老婆說 你們男人都說不會 在我面前發誓 她要叫她在她面前發誓 那好 你要發誓 我就發誓 我不會在 你以外的 發生關係之類的 然後她太太說 這樣還不夠 她要在她面前繳械 繳械 對 叫她在她面前DIY 真過分 這個真的是過分 這太過分了 對 那我只是覺得說 哇 那這樣子你都 你的尊嚴什麼都放得下去喔 她跟我講說 沒辦法 我就胎我老婆了 所以她因為愛一個人 即便她是很飢渴的 她是在性上面 她有需求的 但是 太太不要她也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性是很重要 那她有問她太太說 你都不擔心我 你在不給我 不擔心我去外面 跟別人怎麼樣 她太太說不會啊 你在外面跟別人怎麼樣 就是離婚啊 房子 車子 孩子 都是我的 你就是跟女人滾出去啊 所以她就跟她講說 我諒你也不敢跟我離婚這樣 別客氣啊 那我會覺得說 別客氣啊 我們都跟我這朋友講說 因為只要遇到一個 有錢的太太就好啦 有錢的外遺 對 女人兩種啦 他們壞掉放得壞掉 女人都一種說得壞掉 對 說得壞掉 我們也說得壞掉 出一個家裡而已 好看 好看 男人真真好難過 可是我真的覺得 像這種性關係不和諧的時候 一直沒有一個可以 好 那離婚有各種理由 對啊 老婆農辱也是個理由 對 而且農辱是經過 婚前經過她同意的 而且那個男的出了一半的錢 對啊 那都沒事嘛 那就結婚了嘛 大概這樣農辱以後 一年多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呢 也大概兩年多的時候 丈夫說我受不了你農辱這件事情 為什麼 沒有 他就說我受不了 因為當初同意他都不管 他就說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一個農過乳的女人 做 就是做這麼久的夫妻 而且你將來 我們的小孩還要補乳 那個太太已經懷孕了 那個時候啊 農乳就不能服辱了嗎 可以 人家不要弄到乳腺就可以了 可是我認為這是一個莫須有 因為我想她外面有女 對 所以我就說 其實有時候就藉著說 我對你的身材不滿意 你的怎樣子 所以你知道 以前的女人非常可憐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太太 老太太 她兒子帶去農乳 已經快八十歲了 對 幾歲又去農乳 對 然後醫生就覺得 整形醫師是女性 也是個名醫 她就問說 為什麼 你年紀這麼大 其實不用農乳 她勸告她 她不想賺這個錢 結果那個老太太說 我一定要農乳 因為她先生在世的時候 一直嫌她沒有乳房 然後她先生不是過世了嗎 她現在覺得她自己也快要過世了 所以她想要有一對漂亮的乳房 讓她先生讚賞乳房去 去應間跟她會面 所以她要農乳 所以女人有一些迷思 但是男人也有一些 其實是他們自己的藉口 這個農乳是你原先同意的 你也認捐了一半了對不對 結果你之後就是說 為了某種原因 她懷孕了你還要離婚 所以這個感情有時候真的是很多 對 那個廖老師這裡 他是因為怕先生 就是說 說你身材不好 我這裡有一個比較奇怪的案例就是 老公婆嫌 老婆身材好 因為她從 她結婚差不多 也是將近50年 什麼都能寫 但是 她那個老婆是 從開始就是 很愛漂亮啊 什麼都要 就是 她一定穿那個叫做 馬甲 對 那個叫雕獸型的 素婦 素婦 她每次每次 就是摸她什麼 都感覺好像硬邦邦的 她說 人家別人的老婆 我都覺得說 人家他們都沒有她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咧 那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要 每次要跟她 就是做那一檔事 叫她上床 基本上要等她 她連晚上睡覺也穿 那那個摸起來 形塑她的身材 對 她怕怕啊 就是摸 那還有就是 如果不穿的人不知道 那個還有一些扣子 要解開就很難 對 那大家說 我等到解 差不多解開的時候 我差不多已經洗了 真的有這樣的 對 就是後來她就說 不要她穿這個 那老公 那個老婆就 我不穿這個 我會感覺到 好像我沒穿衣服 她從二十幾歲開始穿 一直都是這樣穿 而且連晚上睡覺都穿 那晚上睡覺是跟老公睡啊 不穿衣服也沒關係啊 但是已經不穿 她已經很怕了 感覺沒有安全 你知道那個穿罐那個人 我們有一個文友 就我們大幾歲 她以前要禁遣中國小姐 因為她長得很高 所以她媽媽在十五六歲 就讓她穿那個 而且命令她節食 那時候其實沒有人在節食 大部分都吃不飽嘛 東西很多都 可是她媽媽就限制她 就維持那個 當然後來中國小姐 大概連入圍都沒有 可是她從此就穿著那個馬甲 就到任何地方都是塑好的 然後裝飾 因為化得很濃 她比我們大差不多有十歲 然後有一次我們出去開會的時候 有人跟她同行嚇死了 跑回來說 她是晚上也頂著 就還把那個粉沾摸 她不敢卸 不敢卸 就是穿著馬甲 然後穿著那個 奇怪的那個睡衣 然後那個 裝都沒有卸 沒有卸 戴個假髮 睡覺 真的有這種感 所以後來那個老公 就是因為嫌他 所以老公跟他睡的時候 他還都是穿 就是做那場事 都還穿著那個馬甲 我們一直 這個很好笑 我們穿這個 有一個身材好 就像躺起來讓我們看看 身材是好的 但穿結算 躺不了 躺不了 老公你那個孫 好像是跟一個戰甲在做戰 所以 後來真的是沒有脫衣 我覺得這件事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 女人很多時候 好像為這個家 為一個男人 然後犧牲很多東西 其實都不是為 都是為自己 然後為自己哪個部分呢 會為自己到 因為你日期月 你也一直做這個事情 就好像這件事 就會變成真的 變成永恆唯一的真理 然後你就愛上這樣的事情 而忘記 是因為對方 這是個案 你不要把說 女人以偏概念說 女人都是這樣 就像我每天 幫你包一杯水 我如果年紀倒30年 我這個倒水 你不在我 可能也就是 就不由自主 會拔的 就是這個習慣 寵物的習慣 會變成一個習慣 而其實跟對方沒關係 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了 那廖老師 像你睡覺這個會拔起來嗎 拔不起來 這怎麼拔起來 這拔不起來 如果老公很在乎呢 離婚嗎 好像從來沒有在乎 不是 我常常覺得 不是不是 我們已經到了什麼程度了 我穿什麼衣服他不知道 就我就像一個活動的家具 放來放去 他就只當你是一個移動的家具 你也不知道他穿什麼 移動的家具 對 我有時候 有時候我沒有帶眼鏡出去 就看不到他 然後我就一直在回想說 今天到底穿什麼顏色 那個T恤我完全忘記了 所以會到這種程度 我曾經碰過那種先生抱怨老婆 老婆為人就是信佛 手上戴了很多佛珠 佛珠戴著三四串 但是他睡覺的時候 他也不曉得 會不拔起來 你知道會這樣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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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佛珠有沒有拿起來 我也不曉得 應該講佛珠一定要拿下來 洗澡的時候就要拿下來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還戴著他 晚上睡覺還戴著他 這個都是 那個佛珠就沒有任何效用的 對啊 你沒有完全沒有 他說整天哭 這樣燙燙燙燙燙看著佛珠 你 就想到粉了 我不是要什麼什麼 什麼四大戒口 你說粉還是粉 來 口臭 對 我是說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藉口 他就是每天 就是他其實結婚了十幾年了 十幾年都沒事 有一天他老公這樣講 你那個口臭好像很嚴重 就每天說他口臭 那就後來他就開始 太太 對 就是先生嫌太太口臭 那個太太就去找牙醫 牙醫也看了也好了 其實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口臭 有一點點的口氣可能有 再來就是他找了腸胃科的醫生 看了也好 腸胃也都好了 但是他先生每天就說 你這個口臭很厲害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每次他講話的時候 他那個嫌棄喔 對 嫌棄 後來他就碰到朋友 其實是我朋友 他就碰到朋友 你看看我有沒有口臭 他說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 真的沒有 有人會這樣說 我們都會 金開了怎麼說沒有 就是沒有 後來就是這樣子 那些人就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你相處 我們兩個人 我們來辦離婚 我真的沒有辦法跟你相處 那他就是說 好像沒有這麼嚴重 我也都已經查 人家都說我沒有 你這個是一家 那就他就堅持不離婚 好了他就堅持不離婚 後來他先生就跟他講說 他又不跟他上床 那就說我現在不行 我身體生病了 我真的生病了 我是沒有辦法幫你 對 我跟你履行這些義務 我沒有辦法 我生病了 再來我的工作 我的事業好像有 出了一點狀況 不太夠錢 我的那個公司的營業上面 不太夠錢 那我之前也拿那麼多錢回家 你那個錢是不是也拿給我 我來要 我有時候 那個票都弄不出去這樣子 那你那個錢拿給 那他在想說 其實他剛開始沒有想到 他也真的把錢給他 可能前前後後 拿了差不多一百多萬 他先想說 那他先生又再來就說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對你很不起 那要不然這樣子 我放你一條深入 你再去找別人 因為我也沒辦法跟你行義務 我工作 我的事業也是很糟糕 那現在 別給你連累 對 別給你連累 讓你去 讓你換 那他太太 其實他心裡面就有譜 對 就開始找證信社 他找證信社去查他 哇糟糕 一查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有小三 有小三 那再來 就是他們裡面的 好像是會計之類的 那就有了 好咧 OK 他就開始 他心裡比較 care的是他 我那些錢 他的工作 他一直跟我拿錢出去 那些錢 他結果 他自己先生 真的他名下都沒有 他其實脫產了 他那個想要跟他 他的離婚的時候 一直想要跟他離婚 他已經就脫產了 他的名下都沒有 他那個時候真的是想 第一點他想要報復 不想跟他離婚 第二點他想說 那個錢我也要拿到 那就他們 那個 我們大家 朋友之間大家都會說 他就說 這樣子怎麼辦 我說第一點 你要趕快離婚 因為真的要自己 有一條深路 第二點 你那個他也沒錢 你也拿不到啦 至於我真的是怎麼樣 都沒有 就後來就說 好 那就簽字離婚 他也明明知道他的 他們那個 小三是誰 但是問題是 反正他也沒有錢了 這樣子也沒有意思的就離婚了 現在人有時候離婚其實很簡單 我在離婚以後 不到半年 他的前夫 現在離婚就變前夫了 又來找他 到了家裡他就怎麼樣 因為那個時候 他有房子是 以前都是用太太的名字 那動不了的就是太太的 那當然他還有房子 那先生是什麼都沒有 那他回來的時候 就跪下來 馬上去跪他太太 怎麼辦 我現在是真的一無所有 因為他以前是脫產 把那些錢 對 用那個女生的名字 那現在呢 我們前幾天 前差不多兩三個月 開始吵架的時候 慢慢慢慢發覺說 你女生根本什麼都不給他 他其實真的沒有了 到了今 昨天他要不要趕出來 所以他就要回來 叫小山掛出來 對掛出來 真的大人都沒有 他就跪他老婆 就是說他要回來 那老婆 大家就在說 我說第一點 你怎麼可能 大家打都要把他說 不行 不能給他回來 因為他會這樣子 你再回來 他如果說再養金蓄銳 再好了 他又出去了 所以借了不能給他回來 你那個房子 不要連自己的房子都沒了 不讓他回來可以 在他拒絕之前 先跟他說 他拒絕之前 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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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精神不錯 你有過動我兒子現在這樣 對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有時候我們很羨慕 在公園的長椅子上 對 就是那種 大概就是花甲之年的 然後呢 就手牽手 這樣子一個神 他們一定有性愛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實我跟你講 他們中間就放一罐大帽黑瓜 沒有 我就覺得說 怕你吹你 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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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說 親密關係 不一定只有性愛 有時候親密關係 我有默契想到你的心理擔憂的那個部分 都要想到的 對 或者是我在你還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有很多壓力 可能覺得 我不會幫你的時候 我適度的幫你 我覺得這個都會取代親密的關係 建立一個溫度 我不知道大家會記得鐵塔尼號嗎 那個水淹進來的時候 有些人逃不出去了 有一對老夫妻 那個老先生就把太太拉過來 把他抱在懷裡 我覺得我好感動 而且我都看到那個年輕人 我怎麼沒看到老夫妻 有有有 我也沒看到那個老 老年人會看到年輕人 通常我們覺得 夫妻 尤其是說到了年紀 到了一大把的夫妻 就像我們這樣子的夫妻 其實說剛剛講的所謂的性愛 離我們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但是我們會覺得有時候 就是你先生要出去的時候 你跟他講一句 路上小心 或是說你穿三件有夠嗎 多加一件衣服 或是你不要 你不要忘記吃藥了 其實這幾句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關心 這種關心其實就能夠 聯繫那個老人夫妻的一些感情 我舉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現在夫妻大概快60歲了 突然有一天呢 他就是跟我聊天以後 突然覺得他覺得好像領悟到什麼 回去跟他另外一班講說 從今天開始你都不用對我忠貞 然後那個他另外一班就問他說 那你就是你也不要忠貞 你也不對我忠貞嗎 他說不 他說我不要你對我忠貞 是因為我相信你 那你跟他講了什麼 那我就是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要忠貞 不是要有能力去要 而不是用要的 甚至要用吸引的 而且我們去一要一個人 你都忠貞 第一天開始就對他懷疑 其實這樣子對我們兩個都不好 我覺得每個關係 在長久以後能有機會進階 就是說我不用某個形式來捆綁你 人在被信任的時候 那個幸福感是可以撐很久的 但那時候也已經六十歲了 那我覺得說 我覺得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你那麼早晚才聽到 如果早一點聽到 對 會更好 對啊 可是因為是以前沒有人這樣講 沒有這樣的講 不過年輕的時候講這句話 他就真的不用忠貞 就對了 不見得 我覺得未來就是說 忠貞其實是一個陷阱 對 就是你反而讓自己執著 在那個點上面可能很危險 現在的這一代 沒有 所以我們...